大家好!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Tiwasi Sports消息 里安奴·美斯即將在國際邁亞密正式亮相 球會的官方儀式定於北京時間7月17日上500點 不久之前,里安奴·美斯及其家人 已經乘坐私人飛機抵達邁亞密 他將在當地時間週日晚新村新東加的球衣正式亮相 球會官方給這場盛大的活動命名為啟示 有趣的是,國際邁亞密為這場活動做宣傳時 從來都沒有提及到里安奴·美斯的名字 球會表示這將是一場令人心潮澎湃的大型活動 Tiwasi Sports認為,國際邁亞密或許將利用這個機會 一同介紹沙治奧布斯基斯和佐迪艾巴的加盟 國際邁亞密宣布將在美國東岸時間7月16日 星期日下午6時在DRVPNK體育場 舉行一場盛大的揭幕活動 球迷到時能享受激動人心的娛樂之夜 環包他球場內的演講等豐富的活動 多謝收聽,記得按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記得按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,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